一位民众牵着机车在车水马龙的路上行走 刚好被巡逻的竹田派出所远警发现 向前询问之下才知道因为机车有问题 无法发动只好牵着机车去机车行 远警表示台九线上车辆多担心长者有危险 于是先将长者机车移到路旁 再用巡逻车在长者去机车行 让长辈感到非常窝心 一位民众牵着机车在车水马龙的路上行走 刚好就被在巡逻的竹田派出所远警发现 向前询问才知道说因为机车有问题 无法发动只好牵着机车走到机车行 不过远警表示台九线上车辆多 担心怕长者会有危险 于是先将长者的机车移到路旁边 再用巡逻车载长者去机车行 让长者感到噩心 一般局分局长温基辛表示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民众的小事就是大事 同人能够在民众困难主动适时协助 值得加冕鼓励 也是同人的榜样 另外也呼吁民众 骑程机车上路的时候 要先检查机车的五大重点 分别是轮胎 刹车 引擎机油 空气滤清器 灯光电系等配备 以免上路时遇到问题 只能等道路久远 接着高双双铺里香采访报道